在這個單元,我們將會學習什麼是光線和光束 以及運用光束的概念解釋我們如何看見物件 光是一種人類眼睛可以感覺到的電磁波 在日常生活的經驗中,大家有沒有留意光是如何傳播的呢? 陰天的時候,望向遠處的雲間,偶爾看見穿過雲間的光 這道光,在光學上叫做光束 如果我們細心觀察光束形態,就會發現光束的邊緣是直線 由此可以知道,光是直線傳播 如果學過眼睛的原理,都知道要看見物件 就要有光線射入眼睛裏面 但是從雲間射出來的光,並不是射向我們眼睛 那為什麼我們會看見它呢? 原來,當光束射向空氣中 它會被原浮在空氣中的塵埃和微粒反射的 部分被反射的光,會射到我們的眼睛 如果空氣中充滿了微粒和塵埃 眼睛就接收到光束經過的空間中 每點反射過來的光線,令我們看到光束的形態 的光線 如果提供出光 Morgen,這個部分會到列明 game 就像做光圍 ep Forget-길 OK